身穿綠衣的草興忠士 在軍方護送下 快步離開桃園地檢署 他涉嫌盜賣刺針飛彈 發射桶或五包請回 但立民汪姓尚未適有重嫌 和汪姓忠士裁定收押 邱興忠士則以十萬元交保 刺針飛彈高速發射精準命中目標 這麼重要的軍武 卻被有限人士盯上 為在桃園歸山海軍陸戰隊六十六旅 發生盜賣軍品案 雖然賣出的是發射過消耗品 不過刺針飛彈是國內最先進的低空防空武器之一 每年試射數量有限 這回外流的發射筒 屬於DMS雙連莊刺針飛彈系統 射程可達四千公尺 機動性高可雙重追瞄 還具有夜戰功能 能有效攔截低空物高速進行目標 海軍陸戰隊六十六旅和九十九旅各有一個防空連 配有雙連裝刺針系統 如今續利用武器沒有依法報廢 分到以一個兩萬五千元賣給軍事迷 檢調艦時機成熟手網抓人 依據國軍規定 射擊完的魚彈和空殼 當天就要繳回部隊彈藥庫 任務結束後 三任內更要繳回監察地定期報廢 今年三月檢方才在桂山明宅 發現上千發國造子彈 接著又發現刺針飛彈發射桶外流 機電出狀況也大大重創國軍形象 華日新聞吳淳源桃園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